一起来关注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变化 临近年末 随着海外购物纪的到来 跨境电商行业迎来了销售旺季 今年海外购物纪与世界杯赛事叠加 更为国内的跨境电商出口增添了热度 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赵世玲是一家户外运动品牌 出海服务企业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由于世界杯赛事的影响 11月下旬以来 公司整个运动品类产品销量 都有了明显增长 我们相对平时的话 大概有8到10倍的增长 黑5到网1这几天 相对去年来相比 我们大概也接近了50%的增长 赵世玲告诉记者 所谓的黑5网1 分别指黑色星期五 也就是每年11月份的第4个星期五 和黑色星期五过后第一周的网络星期一 这段时间是海外大热的购物季 公司通过打折促销 结合网红直播带货等形式 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除了体育运动用品之外 随着四季度家电 消费电子等行业销售旺季的到来 相关产品的海外销量 也取得了不错的增长 我们和日常的平常交易对比起来 在细分品类里面 会有一些行业会表现得比较突出 一个是电子品类 比如说家居 智能家居 消费电子品 家电等等 这个表现就会更加突出 300%以上的增长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11个月 我国进出口总值38.34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8.6%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迅猛 对外贸拉动作用明显 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 5年来增长近10倍 占外贸的比重 由2015年的不到1% 增长到2021年的4.9%